人为什么喜欢吃韭菜生蚝包 一招教会你怎么做 先把它的壳去掉 我们这一道菜只用到它的肉 生蚝和牡蛎 其实它是一个东西 只是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个头有大有小 洗净的韭菜把它切成长段 再切一点五花肉进行调味 再配上一些姜片和大蒜 中山烹饪的海鲜90%以上 合着两者都分不开 再把生蚝进行清洗一遍 清洗的目的是去除残留的一些壳 不要浸泡的太久 否则生蚝的鲜味会流失 准备一个砂锅 下午一些花生油 先下午五花肉把它煎香 煎至到五花肉 开始有一些微焦以后 就可以下午姜蒜一起煎至 再打他们两者煎到有一些焦焦的感觉以后 就可以下午一些适量的米酒或者料酒 闻到酒香以后就可以倒上适量的水 水再烧开以后就可以下午韭菜 生蚝用个蜜肉沥干水分以后 铺在表面上 再倒上一些鱼露提轩 撒上一些胡椒粉去腥 这一道菜就不要再下盐了 鱼露它本身有一定的盐分 给上一点点的糖盖上盖子 把它煮开以后再煮半分钟就可以食用 它汤鲜味美滋滋的感觉 在整个冬天可以巩固你的肾 这道菜煮开以后就可以吃了 不用煮了太久了 因为它在上菜的过程中 还要继续的加热 生蚝不仅能吃 它这些糖也很鲜 有淡淡的胡椒味 可以去除生蚝的一些腥 韭菜也有了生蚝的味道 韭菜也有了生蚝的味道 韭菜也有点胖吃 很胖 谢谢大家